应该的再打一场 我发现我发现就战队赛 现在你看他你说怎么办 就我感觉国手感觉每次打 面对韩国选手的时候 胜率都很低 那咋办吧 那练得练呀 你看我练了多久 对不对 还见了点天赋才练上飞 你现在就把自己天赋就算去了 那天赋那是很关键呀 对不对 而且我练的很多 你忘了当时在OM的时候 你想到那时 那时那时那时 那时我靠一天五十盘好吧 那倒是 不过我真觉得就是你的 就我不说你用兵什么的 我就说你运营爆兵嘛 对吧 就是如果说 这以职业选手标准来说的话 应该如果你是职业选手 都应该有运营爆兵 你觉得呢 这没错 韩菜我们在官方频道好不好 待会儿来找你 待会儿来找你 好 好了 我们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比赛呢 你觉得没错 就你 你就如果是职业的话 你必须 就大概什么实力 我觉得大概这个资本工 到什么 就比蓝星 再好一点的资本工 就大概就这个资本工就过关了 对吧 不不不 这基本我还差一点 那那那多少吗 主要是抗亚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抗亚情况下 你还能说是有什么 呃十分钟啊 或者十分半 两五两防 然后两半人 你再看出点 我想地图上方的 十分半就是红色的神主选手 来自于GP战队的Super 地图下方的五点方案就是蓝色的神主选手 来自于老炮战 老炮战队的解释啊 抗压能力这一块的话 我一直觉得中国选手就很弱 这怎么办 厉害呀 我当然也厉害 你你其实你你 你抗压能力其实也不是特别强 不不 我现在很强 哼 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说强 抗压能力这件事情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说强的话 我就要把你拿 跟那个比 比照了 就是classic classic 不一一类啊 classic还是可以 还是个是真的强 这边 PVP把把两方面 不不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常会开局 就其实PVP的门道就在于前期出两个什么兵走 最常见的肯定是这个 最常见的肯定是 哨兵 然后追猎 对吧 如果说你是初始组的话 那你颜色肯定又很大 Super又是野 应该也是野变死吧 这Super就特别喜欢野东西 以后你我告诉你 你碰到这个Super 你一定要好好拿 然后就去侦察 打人组就只想野兵 还有Party也是一样 Party也很喜欢野兵 我Party也喜欢野丹兵 但是Party的操作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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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嘛 野比亚要打一波了 我感觉解释又要走了 我感觉解释又要走了 那非呀 非呀 有呀 就是不朽吗 有不朽一波吗 不朽一波呀 国内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神主 就操作有点像Party 是不是只有夜叠 夜叠操作还可以 说得好现在 现在夜叠好像6300了 6300了 他已经达到了这个 夜叠多少分了 夜叠 快点 多少分 忘了呀 6300吧 6300 可以呀 你问问看夜叠 哥对他的教导有没有有没有帮助啊 夜叠 大哥问你他对你的教导有没有帮助 他教导你什么 大哥永远是我大哥 好啊 好了 看一下这这步啊 这个一定要有一定要有能进才行 解释已经知道了 他还飘了两个使徒过去 如果说没能进到无所谓 他可以用那个立场来隔 呃 我听他们说啊 就是这个一波 如果把门口的两个丁领打了也行 他主要有两个使徒啊 哎 这门口肯定能挡住啊 我喝 没事没事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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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关系没关系 你只要家里面 使徒能飘到就行了 打呀打打 操作操作 哎这个就是 没杀到太多啊 这没杀到太多了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抗压能力 其实 那还行解释的不朽在家里了 你就出来了 也行吧也行 但是他要补兵营啊 他把兵营 哎 他把兵营补齐啊 他为什么不补兵营啊 兵营都被打掉怎么补的 抗压能力不够啊 这就一个兵营在打 我刚才飘了两个使徒的确让这个 舒坡没想到 舒坡还是要打一打一 去烧了去烧了 去烧了去烧了 解释VS开 我认为比较克舒坡的这个战术 好 在跟随接 哎出事了 什么时候派进来的 出事了 反应很快 那你还是可怜 你把冥冥打 对 搞得好像你们杀 哎出事了呀 这才真的出事了 他冰在家里面 冰在家里面 哎打掉个 撒冰也不出哦